注意一下,像刚刚这个地方,007这边,如果你储存的时候,因为它里面有VBA,所以你要否,否的话记得浏览一下,记得哦,要存档的话,一定要启用聚集的活跃部这个选项,因为如果你选刚刚选案4的话,它就帮你把那个VBA给删掉了,而且哦,如果你把它删掉之后,你存档了,那个VBA再也找不到了,可能要注意,那你一定要怎么, 启用聚集,要否,然后启用聚集的活跃部,如果你选错你的存档类型的话,那就会,可能要注意一下,那有同学会说,老师那为什么之前的档案格式,也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有些档案是,那个ECL2003的格式,2003以前,它副档名只有XLS,它没有多一个,启用聚集的活跃部,它的副档名,就会被改成叫做XLS, 这个XLS,多一个M,然后这个的话,XLSX,一个X是没有这个Marco,其实没有聚集,意思是没有VBA的部分,这可能要注意一下,这如果存错档的话,那你之前做的等于是做白宫,这等于要注意一下,存档,另外的话,你可以观察一下有什么地方不同, 你看这个,产线人员之和,这个是有一个惊叹号,表示是XLSM的,那这个是没有惊叹号,有没有,表示它是XLSX,差别在这里,请各位注意一下,变成两个档案,以后就开这一个,那开启的时候,它会问你说,是否那个启用内容,你一定要启用内容,你才有办法执行VBA, 或者那个VBA是无法执行,这点可能要注意一下,那接下来的话,苗栗跟宜兰这点怎么计算,差入函数,一样用三米粉,最近使用过的,Range,这条件的话应该是苗栗和宜兰,所以根据刚刚的那个做法,我们先用苗栗好了,苗栗, 一个星号,但问题还有宜兰,那以前的经验是说,是不是这里可以用一个偶尔,一个货,偶尔,钱瓜糊,然后这个条件逗点,宜兰,可是这个跟各位讲,我试过了,不行,因为它没有资源偶尔函数,放在criteria里面,所以怎么办呢,穷则便便的,第二个就是说,Range的话就是指这个范围,帮我找一下, 有没有苗栗开头的资料,有的话呢,帮我把这个范围的资料加装起来,30个按确定,那怎么办呢,没有啊,你可能要利用一个方法,什么方法,把这个公司再复制一遍,复制完之后呢,再加个加号,把它贴上,然后改哪里呢,改这边比较好, 以来,也就是说呢,你变成说,如果你有两个条件的话,你变成,你要在后面再加一个第二个条件,那如果它第三个,再加第三个条件,如果它第四个,再加,当然是没办法,因为它不支援多条件的这种查询, 但问题来了,如果你用VBA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特别说,如果这边把它打勾啦,理论上应该就是把苗栗跟苗栗的加总,42个,那一样方法,把它Ctrl加按住拖拉,这边再加一个VBA, 如果我说我今天要像刚刚一样,不要用这个方法,如果用VBA来做的话,其实跟各位讲,刚刚的程式,直接贴上来改就可以了,而且不太需要改太多地方,比如说怎么做,依,插入那个按右键,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按右键,插入模组,2的话,打一个Sub,这个Sub名称的话,一样,我们就是用这个当成它的名称好了,所以以后呢,就大概这样的方法,贴上,Enter一下,然后呢,程式部分呢,如果你实在是不会写了,很简单,你就拿刚刚的程式,就这一段,把它,头尾不一样,这个范围,然后呢,直接的, 贴上来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改,用改用那位吧,for I 等于2到10,那11,多一个 然后呢,再来一副 开头是什么呢? 刚刚是产线嘛,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是苗栗,所以你就改一下,这边开头是苗栗 然后呢,宜兰,这边支援 这边那个,这个什么呢? Sumif,它不支援那个两个条件 可是VBA 有支援 VBA 如果有两个条件怎么写呢? 特别处理很简单,直接在这边加一个 over 就可以了,或 第2个条件,第2个条件就是 把这一段程式 一样复制 一样贴到这个或的后面来 然后呢,你只需要怎么把这个苗栗 改成什么呢?改成依兰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想说,老师还有第3个怎么办? 很简单啊,再一个偶尔 还有第4个,再一个偶尔 当然呢,如果城市很长,没关系啊 就是,至少会比三米弗 我觉得应该会 因为三米弗它就是将来城市会非常冗长 这个的话呢,至少弹性会大一些啦 OK,应该可以理由我的意思吧 不是只有 or 还可以and and 这两个都要出现的条件 OK,and or 反正就逻辑判断啦,就前面讲过的 回圈里面加逻辑判断 这种状况用到非常普遍 意思是说,通通帮我找过 找什么?找那些 如果这个条件发生的状态 那帮我处理 那处理有几种状态? 我们上个礼拜主要是格式化 把它的外观颜色更改 另外一种状态是把它里面的资料提取出来 累加起来 累加怎么累加呢? 累加的位置在哪里? 累加的应该是B缆 不过这边是C缆 所以把它改一下,改个B不就好了 有没有 然后呢,这边的话 累加放进来,累加放进来 最后的话,丢到哪里呢? 丢到D2,这边改一下 本来是E2改成D2 好,这样的话,程式就写完了 其实与其说这个重写程式 倒不如是在改程式而已 有点像天空体修改而已 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尽量如果你可以把我们之前写过的程式 有一些范本 然后你懂得把它收集 将来遇到什么状况 拿来作为一个改写 或者是调整一下 有时候你的答案或许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了 我们来执行看看结果不OK了 VBA这个,我把这里面删掉 然后一样 如果你想要看细节,用F8 如果不要,就直接整个把它执行就好了 这边的话4个 对,苗栗4 所以这个地方SUM的话 里面就放成4了 然后整个跑跑跑 应该跑完之后 就把它直接执行 是不是42 没错,也是42 所以除了用SUM来做之外 那也可以用VBA做 那当然呢 这SUM我是觉得它有一个比较不OK的地方 就是criteria里面 它只能够放一个条件 如果第二个条件塞一些没办法 因为目前看起来好像它这边也 也没办法做一些变动 因为毕竟它提供给你就这样子 那你也没办法做改变 除非说它有一个新的函数出来 像新的版本就会有新的函数 像最近好像一直 网路上有一支人家分享说 V的函数太难用了 V的函数有些功能它只能查D栏 那如果我要查的东西不在D栏 那你就查不到 所以它有换了一个 它不叫V的函数 X Lookout函数 可是问题来了 你要买新版 你还有新的函数 基本上是所有问题的最好的解决方案 因为最后我发现写来写去 写VPA就好了 OK 你其他还是不会也没关系 跟VPA写一样可以把问题解出来 而且VPA对于越复杂的事情相对的感觉越好处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那如果这一题做完的话 其实基本上我是用改的 贴改一下 OK 最重要的地方是改哪里 改这个地方 加一个偶尔的条件 那再来的话还有一题 再来我刚刚讲009先跳过 这一题就相对比较困难一点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加总这边工资 帮我把这工资里面的前三跟后三加总起来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以用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吗 资料里面不是有排序 排序有Z到A A到Z 我先把它Z到A 这样不是前三加后三 OK 不就可以加讲 但各位讲 我就是现在不要你重新排序 我是希望你在一个无序的状态下 就原来的顺序 那你要怎么样知道 前三名工资帮我加总在一起 后三名的工资加总在一起 而且也是用三名符 OK 那这边有个提示 其实你只要找到第三个跟倒数第三个 那只要大于它和小于它 那不就可以前三跟后三了 那里面的话 其实提示一下 而且你可以再利用两个函数 哪个函数 统计类里面的函数 最大的 当然可以用max 不过另外还有一个叫latch latch有没有 latch就不是最大的 它是第几大 latch是从大帮我算 后面有个k有没有 k的话意思说 在array是范围 就是那个范围里面 排在第几大 比如说我输入3 那它就帮我抓公资排第3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small 有没有 那一样倒数地级 用小的ok 所以latch跟small 就可以配合3 完成这一题 这一题为什么最难 因为要用到这两个函数 那他们先还给周围试一下 latch跟small ok sum等于0 那个非必要 你加以可以不加以 因为如果你sum等于0 意思说 sum我就先丢一个0 放进去了 如果你没有的话 反正就是sum 当它第一次累加的时候 它就产生了 第一个上一节你讲的时候 一定要写的sum 我没有说一定要 没有说一定要 没写没关系 当然理论上 以那个逻辑的流畅度来看 通常是会写比较多 因为不管任何 不一定写VBA 你写其他语言 也都是一样的方法 就是一个初始值 那因为像写python写VBA 它比较特殊 它是说 当你这个变数 第一次被指派 给它什么值 它那个变数里面 就放什么值了 它就自动 比如说你放数字 那这个变数就变成是一个数字的变数 OK 如果放文字 它就变一个文字的变数了 OK 它是有一些弹性在的 但是有一些语言比较严格就不行 一定要选 像Java 像C++ 但是那些一定要 VBA可以不写 没关系 OK 这个地方是两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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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